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讯 科技业等等 跳脱以往对于身心障碍者的刻板限制印象 其实生障求职者的能力绝对不输人 甚至比一般的求职者更珍惜眼前的工作机会 今年共有28家厂商释出700个职缺 许多知名企业也热情参与禁用生障者 包括远东饭店 成品旅馆以及台歌大集远船 从系统工程到城市设计 客服人员甚至外场服务 上午就涌进了近2000的求职者 在摊位前只见求职朋友努力展现自己 主办单位台北市政府劳动局表示 台湾最珍贵的就是人力资产 协助身障者突破困境 走入社会贡献所长 让女平人都能尽情发挥 谢谢你们来 谢谢你们支持身障就业 谢谢 我们今天台北市政府劳动局 所属的劳动力重建用处 第一次在这个地方 举办这样的一个以身心障碍者就业为主题的就业博览会 其实有深刻的意义 因为我想过去我们在讲身心障碍者的权益的时候 都先说我们要帮身心障碍者营造一个无障碍空间 所以这个无障碍环境推动并不是很困难 只要愿意投入心思跟时间跟金钱 一定可以推得动 可是更难的就是在人的观念上 但是索性 我们台北市的市民跟企业 都非常的开放 也非常留爱心 愿意体认到说 只要给身心障碍的这个朋友 一个合理公平的就业机会 他们一样可以在职场上滑滑滑亮 那另外就是我想我们身心障碍者的朋友 自己在职场上的工作表现 也都让企业主看到 都觉得真的是很棒 所以变异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更多的企业来教育 我们看到劳动主义 几天一个活动几次 就是接二连三都一直都没有断 对于我们整个台北市 尤其在身心障碍者 他们的就业方面 以及鼓励他们方面 我就做得相当相当的一样 对于二十八家 能够释放七百个工作机会 我要特别特别的代表市民 跟市民一样 衷心的感谢你 所以各位企业家 你们就是那个最应该 让我们大家为你们喝彩 感恩的这些好人 大企业主 谢谢你们 因为你们这样做 让这些身心障碍者 他们自力更生 而且能够站起来 最令人感动的是 许多身障求职者的家人 也一起陪同 参与这次面对面沟通的交流平台 会场除了有许多友善企业 更提供就业咨询服务 及创业补助 职业训练 初步没合律有四成 看看会场的人潮 及求职者认真的表情 在不景气的年代 靠着政府与企业的努力 让身障者都能成为企业好帮手 创造一个就业无碍的幸福社会 一一一采访小组 李正文黄之伟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